可以 好 要喝 這樣就可以了 好厲害喔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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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飯嗎 可以吃飯 我們不是來找美食了嗎 怎麼會來到一個 很像中藥行的地方啊 哈囉 師大哥 小鈺 你好 你的餐廳好像一間中藥行喔 我們本來就是做藥行 像說我們對藥行的了解 藥行的東西做成食品 藥材很多食食品喔 藥材很多口感也很好吃 最主要是自己要吃 我是做我自己吃過的東西 讓大家吃而已 當完了學徒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吃飯囉 首先呢 師大哥 為我們介紹的是 你的創意料理 這道是什麼 香蕉蝦 這樣啊 好好吃喔 你知道它外皮啊 就是炸得酥酥脆脆的 所以一咬下去的時候 聽得到那個卡滋卡滋的聲音 然後裡面啊 香蕉 旁邊又有沙子 所以融為在一起的時候 很搭耶 要吃一口 小鈺喔 第二口的時候啊 就吃得到裡面的那個腰果 然後搭上那個香菜呢 非常的清香 好吃 好吃 這旁邊是你們家的招牌嗎 這是我的專業 切操地 很好喝喔 舒服 它很清香喔 就是青草那個味道 就是淡淡的一點點 這炸也很多種 我們會搭平淡的藥材 來用好喝 還不太喝的可以每天吃 不要說這樣 我們在吃中午吃 不好吃 很苦的 或是很熟悉 不好吃 很辛苦吃這個不 吃這個很爽口 好 你很樂意去喝它 有很多孩子 他不想吃補的 來我們吃 他愛吃 愛上的美食 對… 吃一個我們的藥杉麵線 這個放外面比較不一樣 一般都是麻油做 就像我們用我們的藥杉排骨湯 有沒有 它的湯底 那個藥杉香味超香的 好吃耶 好吃 那個藥杉的香氣這麼不太一樣 跟一般麻油很吃起來 會有點油膩 可是這個啊 吃起來感覺很健康 對 對 那石大哥 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嗎 對啊 我們自己 明星期間就在吃 你是把我們在吃的東西 拿出來 明星期間就吃 對 因為我們對藥杉的了解 和選擇 比較好 所以才會吃起來 你剛才吃到沒 你都不會覺得你是在吃油 你會覺得你是吃美食 大哥 這是什麼好香喔 這是龜鹿二仙帝王雞湯 龜鹿二仙帝王雞湯 對… 光聽這個名字 感覺就很厲害耶 對啊 這甘甜味來喝看看 你可能會變得很漂亮 好順口喔 根本不會覺得你在吃中藥材 而且它很清爽喔 吃起來不會覺得那個中藥味很重 但是是有藥膳的香氣 對 久蒸久蒜的手地 看起來都很好喝 久蒸久蒜 手地本來就要蒸久便 噴久便了 因為它生地要蒸到生地 就是要蒸到生地才會香 慢慢蒸 所以你們連藥材 都是自己下去加工的 對… 你沒有這樣做 做起來不是這個味道 你一定要這麼做 也必須要這麼做 藥材等級也不一樣 太滿足了啦 這一碗 超讚的 還有藥膳香腸 使用黃旗 肉桂 陳皮等多種藥材 和豬肉 以傳統工法製作 口味也相當獨特 我們藥材的特色 我把櫻花蝦跟鮪魚做的飯 櫻花蝦鮪魚飯 你吃看看 這個豆干也很厲害 這是也是用中藥做的豆干 五香豆干 大家好 大家好 石大哥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你是中藥材起家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 超好吃的 我才會煮啦 你們知道那個飯粒粒分明喔 而且它有櫻花蝦超香的 重點是櫻花蝦 是酥酥脆脆的感覺 吃蝦香又吃蝦肉 你熟過頭就吃不蝦肉 你熟過頭又沒有蝦肉 還有櫻花蝦鮪魚羹 吃起來有滿滿的東港海鮮味 最後一道蛋要來甜點囉 你們看 這叫做桃椒 桃椒 這是桃花樹的樹脂 很好吃 你要想像喔 這個比燕窩好吃 你吃看看 很好吃 小玉真的是第一次吃過桃椒 但是它的那個口感非常的Q 然後很軟耶 桃椒泡水後會膨脹數倍 像這樣小小的倒像花朵一樣 加入枸杞 紅棗一起燉煮 最後再和自家炒的杏仁一起沖泡 是美味又養生的一道甜湯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敢吃中藥 但是來這邊吃的藥材 不會有任何中藥味太重 反而吃得到藥杉的香氣 這一頓食材吃得太滿意 而且又美味又養生 又養生 好吃喔 好吃 除了一般的用餐空間 這裡的婚宴場地 寬敞的空間與美味實在的料理 是讓餐廳成為在地鄉親們 宴請親友的好選擇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